明蘭的世界普蘭會就由九月齊十字形劑月底 因為這是一項世界性的舞台 一段平均26歲的青年人 感覺台灣不參加很可笑 所以一方社會不款 代表政府作團出席 這件事情呢 一開始是來自於去年12月 那我們就是想說 聽到外交部說 關於這一次明蘭四國 不尊重中華民國的理由 為原因 那我們希望維持我們的立場 所以不參加 但是我們那時候覺得 台灣在這麼多 這麼好的國際場合 還有這麼好的 關於美食的討論的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還是要去 所以我們一群年輕人就說 好 那政府沒辦法做 那我們自己來做 這段時間的人 就一來理工的方式 在世界普蘭會裡面 電視台灣的美食 所以我們有一個 Mess G Bender 就主要是帶著台灣的食譜 在米蘭的各個小巷子裡面 然後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其實這樣吃這些小吃的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展館 主要會講說我們反德的文化 我們怎麼吃 我們怎麼生活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料理工業的部分 就真的 我們就是這麼吃這樣 讓你們品嘗得到台灣的味道 新年人在這間 給婚姻館長的李智翁相當感動 他特別用固執的名字 關注五萬塊 來幫助這段新年人 行銷臺灣 不成敬意 共襄勝財 我們也可以給小小的捐款 也可以給這個 主辦單位 如果做適當的一個運用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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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智翁國強調 今年世界普朗會的主題 也剛好呼喚 婚姻六個普朗會的基盤目墊 所以已經加了一位 婚姻應該自己參與 那這一次的 閩南世界普朗會 他的主題 定為是叫 Feed in the Planet Energy for Life 翻譯成中文叫做 滋養長生生命能源 我相信對這個主題的意義 婚姻人並不陌生 因為我們剛剛舉辦完的 這個台灣第一次的農業普朗會 我們的主題就是 人、土地、各種種 一個和諧共生的關係 能夠生生不死 所以這個精神和季端是 能夠相貫連的 李智翁剛才以前的 趕快以外 也要介紹很多婚姻的美食業者 來支持這項電案活動 讓婚姻的誘致食品 載入地世界的舞台展出 記者由民委 蔡王報道